正当广大公安民警 为破案而四处奔波的时候 汪家人和汪家李 躲在那间破旧的平房里 举杯对着 为他们首次用真家伙出击的成功 而频频干杯 这里是啊 汪家李的家 他们那两件杀人武器 就藏在这里 9月10号那天 他们再也抑制不住 两只从越南买回来的手枪的强烈诱惑 决心出去试一把 究竟买回来的手枪 好使不好使呢 汪家李将一枚子弹的火药倒掉 打的火 试的是 挺好使的 那么去抢谁呢 汪家李 常去黄谷车行 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 如果一辆汽车交易成功 卖车人就能得到十几万 甚至几十万的现金 借这个机会盖一把 收获颇疯啊 于是 那个车行成了他和汪家人 多次踩点的地方 九月十日这天 两只柴狼啊 出动了 上午十点 他们走进车行 装作买车人 在停车场啊 转来转去 寻找抢劫的目标 汽车交易 不同于菜市场里 做买卖的要容易 迟迟未见成交者 交易高峰啊 只有上午那么一阵子 过午啊 就散了 他们转来转去 眼瞅着到了中午了 也没看见 有交易成功 并适宜下手的对象 作案心切 他们不愿空手回去 便改了主意 寻找漏腹的人 孙乐林 在预审员面前 谈及汪家戈亚时 很鄙视的说 那两个人啊 都谈小 即使被抢劫的对象 钱财不多 他们也干 的确 可以设想 如果这次抢劫行动 有胆大欣喜的 孙德林参加的话 他是不大可能 赞成把田小光 田明洪 作为对象的 也难怪 案发后 刑侦技术人员 不能理解 犯罪分子 何以仅仅为了一枚戒指 和一条手链 竟连发六弹 是两人与死命呢 就在汪家哥俩交集之时 一辆红色桑塔纳启动了 向出口驶去 汪家里一见 知道这辆车的老板身上 带着香蓝宝石的金戒指 和很粗的手链 不禁呢 怦然心动 便追了过去 笑着对车里的两个人说 嘿 我们厂里的领导 要买一辆车 请你们 把车开过去 看看行不行啊 即使不买 也不让你们白跑 给你们二百块钱 田小光将这辆桑拿纳 从河南买来啊 已经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脱手 压着一大笔钱 心里很着急 此刻听汪家里这么一说 他和田明洪啊 交换了一下目光 就同意了 让汪家里汪家人上了车 坐在后排座 两个匪徒利用对方 急于卖车的心理 很容易啊 把他们骗走了 桑塔纳开得很快 沿着卫宫街 向余洪区南唐的 总机场 一个他们很熟悉的 偏僻的地方驶去 当车开到 总机场南面的马路时 汪家里 见四周没人 用胳膊 轻轻碰了 向汪家人 汪家人会议 两个人暗中 从腰间拔出手枪 停车 汪家里突然命令 桑塔纳 停下了 买主温暖尔雅的声音变了 显得十分严厉 田小光和田明洪 莫名其妙地回过头 大吃一惊 两支污量的手枪 对准了他们 你们别动 不然我开枪了 汪家里面露猙獰 用枪逼住两个人后 下车打开车门 让田小光和田明洪 从前面两个座位之间的空隙 爬到后面 自己面对两个人 举枪跪在司机座位上 汪家人下了车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 在这期间 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始终对准了田小光 和田明洪 田明洪啊 虽然比田小光年龄大 但他呢 学气方刚 胸中充满了 因上当受骗 而产生的怒气 更不甘心 被两个粗俗的匪徒 持枪威逼 只来使去 这两个家伙的年龄 都比他们大 神奇什么呀 他们握的那两个玩意儿 是真的吗 是不是塑料玩具的 如果被这两个家伙 抢劫得手 岂不是男子汉的 奇耻大辱吗 只见田明洪 大吼一声 猛地伸出双手 抓住了汪家里的枪管 但枪管啊 是那样的光滑 枪柄紧紧握在 汪家里的手中 他怎么能占得到优势呢 汪家里一使劲 将枪管挣脱出来 砰的一声 枪响了 田明洪头部中弹 倒了下去 你他妈找死 竟敢抢我抢 汪家里不解恨 又向田明洪 开了两枪 然后啊 调转枪口 向被惊呆了的田小光 头上开了一枪 田小光应声倒下 老三开了枪 老二也不示弱 借这个机会啊 大过枪引 也抠动板机 砰的一声 他伸手又抓起老三的枪 心想啊 他的子弹多 用他的打 便想那两个 已经毙命的人 捕了几枪 艳阳之下 一连串枪声 回荡在 沈城西部的上空 由于这里啊 偏僻而又空旷 即使有人听见枪声 也误以为 是哪家买卖庆贺 开业放的鞭炮 而绝不会想到 是这两个 嗜血成性的人间恶魔 再枪杀无辜啊 杀人之后 汪家哥俩 翻搜两个被害人 从他们认为 是老板的田小光身上 撸掉蓝宝石戒指 摘下金手链 抢去了几十元的现金 司机田明洪身上 却一分钱也没有 用他们的话说呀 这次抢劫所获呀 并不够口 不过 试试两只手枪的威力 开一开杀戒 才是他们的 另一个目的 否则 他们也不会 像那两个 手无寸铁的人 连开六枪了 汪家里驾驶桑塔纳 寻找扔掉两具尸体的地方 可是兜了几个圈 也没找到合适之处 不是不够隐蔽 就是有行人走动 只好啊 另想办法 他们呢 是骑摩托车 来到车行的 当然不能把摩托车 遗留在那里呀 必须再骑摩托车回去 于是 他们大胆的决定 索性啊 把载着两具 血淋淋的尸体的桑塔纳 开回去 下午四点 汪家里驾驶桑塔纳 从车行后门传过去 拐到北面一条小马路上 扔了车 然后啊 骑上摩托车 逃走了 事后 他们将抢劫的首饰 以低价卖掉 获得赃款 八千元 很快就挥霍一空了 为了这区区的八千元钱呢 穷凶极恶的匪徒 杀了两条人命 毁掉了两个家庭啊 移下了孤儿寡妻 制造了人间的悲剧 面对笔者 汪家人共人 我们抢了钱啊 就使劲花 然后再盯下一个目标 那下一个目标 是谁呢 有一天 孙德林到铁锡区酒路市场买烟 第二天来找那个业主退货 说烟呢 是假的 业主很生气 拒不给退 两个人啊 越说越僵 争吵起来 孙德林恶狠狠地弯了业主一眼 心说 我他妈叫你硬 老子非给你点厉害 尝尝不可 汪家人 汪家李 自从有了强武器 增为天勇 以后哥俩出去抢劫啊 不必再找孙氏兄弟 910 他们抢劫卖车人 就是这么干的 现在 该是往日自称老大的孙德林 来求他们帮忙了 这一天呢 为了抢劫 也是为了报复 孙德林 将尊屈贵 登门来找 汪家哥俩 孙德林说 九度市场那边 有个卖烟的 挺有钱 汪家哥俩 干了910的案子后啊 觉得不解渴 正要出去 再干一把 孙德林提供的信息呢 与他们想的不谋而合 便到九度市场去踩点了 汪家里走进市场 按照孙德林的指引 看见了那位卖烟的业主 他的烟摊啊 很大 生意兴隆 估计呀 很有钱 业主呢 是个中年男子 身材较高 体态较健 怪不得他不惧 孙德林 此刻呀 他忙里偷闲 正和几个人 玩仆仆呢 当天晚上 收摊后 他骑着一辆 崭新的摩托车回家 经过菜市场时 买了些菜 这位业主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正在被两个冠匪 在后面跟踪 就是骑摩托车的汪家里 和骑自行车的孙德林